温暮狂来势汹汹 过去以为染疫之后就能够终身免疫 但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今年截至5月16日为止 全台二度感染人数就有457人 专家更警告 随着病毒不断变异 未来二度甚至三度感染将成为常态 我们也访问到二度确诊的民众刘小姐 她不仅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就再度染疫 而且症状更严重 究竟二度感染症状如何 哪些民众又是重复感染的高风险族群 记者陈燕伟 庄俊浩带您了解 今年确诊的个案里面 曾经在去年或者是前年有确诊记录的 总计有457例 新冠病毒肆虐两年多 在确诊人数持续飙升的同时 不少先前染疫过的民众竟然又二度确诊 这也证实了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 并非就此终身免疫 但明明确诊之后 体内应该存有很高的抗体 为什么人会重复感染呢 其实在感染过过去的Delta 以及这个β病毒之后 还会再感染这个所谓的Omicron 而且几乎有一个人都感染了 这个两三次 重复感染的情况之下 是在很多的国家 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Omicron它的传染力实在太强了 那也比其他的这个变种病毒 有更强的免疫逃脱能力 换句话说就是 过去初次感染其他变种病毒之后的保护力 不能够完全避免我们再被这个Omicron感染 今年4月曾经染疫了刘小姐 才刚刚历经10天的居家照护 康复痊愈 没想到5月初就再次快筛阳性 短短不到一个月就二度确诊 而且症状还比第一次更为明显 其实刘小姐在首次染疫之前就已经打满了三剂疫苗 没想到仍然发生了突破性感染 一般都认为染疫之后就等同打了一剂天然疫苗 体内会有抗体 没想到在短时间之内居然又二度确诊 就真的觉得很欧吧 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 可能多数的人都跟我有同样想法 都觉得说我确诊过一次 我应该无敌了 后来我还是得了 就是觉得真的不是像大家心里面想着说 得过就不会再得了 因为我很明显我的案例就是 我不到一个月我又再得了一次 从丹麦的研究发现 第一次感染的Omicron病毒 在短时间之内 如果这个保护力下降 或是对这个防疫的工作比较松懈了 它还是有机会会再感染第二次的这个Omicron Omicron这只超级变异株 在世界各国造成不少重复感染 像是美国纽约州 二次感染的比例就高达4.3% 而且超过八成都发生在Omicron大流行之后 此外英国国家统计局也指出 Omicron重复感染风险是Delta的16倍 随着病毒不断变异 未来二度甚至三度感染的几率都会跟着提高 如果你得到Omicron 你得到第二次 第三次其实不稀奇 因为国外都有案例报导了 那比较特别的是 得过Omicron之后呢 就不太会得Delta 你有得过Omicron的抗体呢 可以把Delta封杀 但是你得过Delta的抗体呢 无法封杀Omicron 专家提醒 较容易二度染疫的人 除了免疫力低下族群之外 长期暴露在高风险环境的民众 也应该特别留意 因为首次染疫的人 体内所产生的抗体 大概只能维持两到三个月左右 它处在的环境是属于 针对很多不特定的针对的对象 或者是说它接触的族群相对复杂 或者是说它的工作环境 就是一个容易高度被传染的环境 那当然这些族群就免不了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至于确诊过的人 是否要再打疫苗 专家建议最好继续接种 根据科学期刊 2021年四院刊载的文章当中显示 自然感染 如果再加上疫苗接种 能够产生一种混合抗体 形成超级免疫的状态 打疫苗又感染的 或感染后又打疫苗的 保护力真的会比较强 因为他们的保护的基准不太一样 有感染过那些人 会发现它抗体会比较持久一点 因为身体用不同的方式去刺激 刺激的方式会比较 引起了免疫系统的比较全面 跟疫苗这种重复的单纯刺激又不一样 面对二次感染 大家强调不必过度恐慌 但仍需审慎面对 虽然重复染疫已轻症居多 但是仍要避免恶化 演变成为中重症 恶度被感染 其实不需要太过于恐惧 因为其实前一个抗体 还是有它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 虽然多过它不是全部 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说流感再度感染也没关系 所以新冠再度感染也并不是没关系 你还是要该做好你的措施 面对在疫情之下 我们就是把该做功课去做一做 然后来迎接比较漂亮的期末考成绩 如此而已 假如这Omicron你得过了 未来可能顶多再得一次 可能就差不多了 只要没有再变下一个病毒株 所以目前如果还有下个病毒株 你还是会继续的 你就把它当成流感化 你就是会重复流感 会重复感冒 对这就是一个病毒的 一个感染的过程 疫苗研发远不及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 专家警告 重复感染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常态 民众只能够提高警觉 做好自我防护 才能够尽量降低感染风险 建议